行车双雄公布去年财报 双双创下了历史新高 其中巨大的税后净利 突破35亿元 EPS9.34 通过了董事会的决议 美股要配发现金鼓励6块钱 这是刷新了鼓励的最高纪录 在全球拥有7座自行车工厂 去年总产销量高达630万台 透过运动行销赞助职业车队车手 不断提升产品研发实力 以及品牌知名度 自行车龙头巨大 公布去年财报 成绩果然亮眼 其实无碳自行车生活 这种价值的话 也深入民心了 这个是世界的潮流 累计去年合并营收 来到541.2亿元 虽然只较前年微幅成长0.5个百分点 但受到第四季台币贬值的 有利因素依注 税后净利达到35.04亿元 年增16.7% 创下历史新高记录 通过董事会决议 美股配发现金鼓励6元 同步改谢新高 自行车也曾经面临过 大陆改革的开放冲击 来促进我们自行车产业转型 希望未来几年能够随着曝光 我们成为公路车之后 还有登山车之王 美利达去年在全球景气不佳的气氛中 产销业绩逆势成长 整体销售量约235万台 年增3.19% 营收达到253亿元 年增4.73% 税后净利29.06亿 EPS10.21元 大赚超过一个资本额 Fresh 卢关宇台北报道